贼窝里长大的女孩 有一间窗外风景极佳的房间 能清楚地看见脚型架上死者的面容 因此每到行刑日 她就会站在在楼下收费 让好事者付费上她的房间看风景 然而犯人被绞杀的恐怖瞬间 唯有她和萨克斯比大妈 才能一眨不眨地看完全过程 平时没有风景的时候 女孩也不曾停下赚钱的脚步 趁着端茶倒水的功夫 便从客人兜里顺手牵羊摸点小钱 献保式地全给了萨克斯比大妈 周遭的人发出爽朗的笑声 小小的苏听着得意急了 如果这不是爱 她不知道什么是爱 伦敦郊外的疯人院 此时却被一阵尖叫拉开了序幕 是与苏同龄的女孩莫德 她在疯人院出生 在疯人院长大 母亲被折磨去世后 便再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今天一个自称是她舅舅的身世 准备领养她 莫德对此感到不乐意 疯人院的医生护士却由不得她胡闹 强行将她送上了前往布莱尔庄园的马车 两个从未有过交集的女孩 在这一刻 命运的齿轮开始扭转 用时间违宪将两人纠缠在一起 一晃八年过去了 苏在伦敦脏乱差的兰特街上 从小毛贼长成了大毛贼的样子 也信中静也多了分闲境 日子虽然过得提心吊胆 却十分丰富多姿 寒冬飘雪的一个傍晚 一行人猫在贼窝里烤火取暖 各自做些小玩意打发时间 岁月静好的模样 烛火忽明忽暗地摇曳起来 突兀的敲门声扰乱了这份宁静 大伙好像惊弓之鸟 手忙脚乱地藏起白日搜刮的脏物后 才谨慎地让苏开门 萨克斯比大妈长舒一口气 热情地招呼她来到凳子上坐下 有一股密谋得逞后的轻松感 绅士带回来一个消息 在伦敦不远处的郊外 有一个单纯愚笨的贵族小姐 据说只要和她结婚 就能获得三万英镑的嫁妆 绅士想要苏帮忙 只要她成为大小节的朋友 说服她跟绅士私奔结婚 苏也能获得2000英镑的报酬 绅士沉思一会后 对苏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 这个方法实在恶毒 苏不愿做一个丧心病狂的人 但看到大妈蠢蠢欲动的眼神后 她不想让她失望 妥协了 目标达成一致后 他们分头行动 苏学信女佣的相关知识和技能 绅士则开始写介绍信 将苏介绍给布莱尔庄园的莫德小姐 得到确切的答案后 苏告别她最信赖的养母 坐上了前往伦敦郊外的马车 这是苏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郊野 原本忐忑的心也渐渐安稳下来 但她不知道 这一去 她认知里熟悉的一切将不复返 当夜幕将光明遮掩的时候 苏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这座城堡如同一座巨大的牢笼 让苏喘不过气来 特别是来到她的房间后 苏听到隔壁房传来的奇怪的声音 更想逃离这个鬼地方 但她不能逃 萨克斯比大妈会失望的 直到她见到莫德后才有了变化 两人的初次见面 莫德站在一束光里 用略微沙哑的嗓音念苏伪造的推荐信 此时的莫德在苏的眼里 就像绅士跟他描述的那样 纯洁地像只无辜的鸽子 而后他又拿了本书 温柔地询问苏认不认的字 在他别角的诵读声中 莫德已经得到想要的答案了 苏不懂他话里的深意 觉得莫德并不像绅士说的那样 是一个疯子 他只是生活在这个压抑的庄园 让他变得有些古怪而已 苏顿困在庄园失去自由的女孩 泛起了一股淡淡的怜悯 晚上 苏维莫德更衣 情不自禁地想 他的身体好像在发光 只是视线触及画板上的水彩石 他想起了自己此行的任务 于是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绅士身上 看着莫德娇羞的模样 他知道 这比三千磅的用金稳了 不过 有些事情总会失去控制 夜深人静的时候 苏被隔壁房莫德的尖叫吵醒 他捧着烛火匆匆赶过去 才知道他做噩梦了 需要吃一些药才能安稳入睡 听说他从小就吃这些药 苏心里的天平又开始发生倾斜 他无法拒绝 自此之后 两人像形影不离的好姐妹 白天 他会去莫德舅舅的书房接他 然后像脱缰的野马似的 在庄园外的草地里迎着风肆意奔跑 晚上 他会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 陪他驱逐每个深夜的噩梦 绅士的计划 萨克斯比大妈英切的目光 早就被苏粉碎在欢声笑语中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这天 小姐的取耻长了个尖尖 使他发出一声声痛苦的身影 苏从针线盒中翻出一个顶针 戴在右手的食指上 捧着莫德的脸让他张大嘴 然后他把带着顶针的手指伸进嘴里 准备帮莫德摸平那颗刺挠的蛆齿 起初闭着眼的女孩 情不自禁地张开双眼望着苏 饱含一种莫名的情愫 苏回望着他 不自觉地吞咽口水 仿佛被拉扯进一间情感的检房 无处可逃 他迷糊间感知到 朴素的姐妹情发生了变化 将他的心搅成一团乱麻 玩扑克给莫德算命 算最后一张爱情牌的时候 不知道是处于什么心理 苏悄悄把他扔掉了 他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 却还是被莫德发现 但他没有声张 而是将上面的红心对折了 两颗鲜艳似火的心紧紧相依在一起 忽然 楼下传来造杂的声响 绅士来了 他来找苏赴一月之月 苏看着那人 第一次对他产生了厌恶的情绪 再看看兴奋不已 期待与绅士碰面的莫德 他真想对他大叫 别傻了 他不爱你 是来骗你钱的 然后再把你送进疯人院 但他不能 他害怕萨克斯比大妈失望的眼神 担心被贼友们嘲笑 只能无时无刻地在矛盾中煎熬 眼看着莫德被无耻之徒伪装的深情吸引 绅士也发现了他的异常 于是瞥下莫德 来到苏的跟前蹲下 从果栏里挑了一颗梨子 闭卫身长道 他在提醒他 狩猎的时机已经成熟 苏必须要开始发挥他的作用了 担心苏庄傻不干 他又把他拉到大树底下 是啊 他不能忘记自己的初衷 他是来赚钱的 于是 他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继续扮演一名合格的贴身女仆 在小姐少女怀春的时候 推一把火 以及一个心怀鬼胎的同谋者 在绅士求爱的时候 识趣地走开 可是苏看着两人在树下轻易的模样 看着绅士那张得意的脸 苏不知为何会感到心痛 直到那天下午 他们在野外遇到了大雨 闷雷伴随着咒语倾泻而下 小姐被雷声吓到 急切地扑到苏的怀里并轻叹 他才知道 如此高贵的小姐不该是疯人怨的下场 他连雷声都那么怕 又该如何面对漫漫的黑夜呢 他痛苦 他挣扎 莫德对他说的话却比晴天霹雳更甚 他说身是和他求婚了 自己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 苏多闪着 耳畔想起了萨克斯比大妈惊喜的三千磅 于是 他只能强颜欢笑道 我很高兴 比听见什么都高兴 却忽视了莫德眼里的矛盾犹豫 焦躁绝望 不过 就算苏看见了 此时的他也还不能理解其中深意 终于 莫德答应了身世的求婚 私奔的日子就定在明晚子时 这一夜 是苏和莫德相处的最后一夜 对外界一无所知的莫德 像个不安事事的孩子 怯怯地问苏 新婚之夜会发生什么 苏傻傻地不知该如何回答 却在莫德的引诱下 被一点触碰挑逗的不能自已 一步步走进他的圈套 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照入房间 苏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莫德 只能躲闪他的视线 身后的莫德也一脸忧伤 夜晚到了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他们乘着午夜的小船 成功逃离了布莱尔庄园 莫德也在一间无名的小教堂 和绅士秘密完成了婚礼仪式 三千磅即将到账 苏却感不到一丝开心的情绪 接下来的事令他备受煎熬 在一间乡村农舍里 苏就像一只漂泊的亡灵 无声注视着莫德一点点变峰 床单上被写晕开的污渍 还有日渐杂乱输不开的秀法 都给了绅士借口 他的妻子疯了 于是在一封封求助信的催促下 疯人院的医生来了 按照惯例 医生找到苏询问情况 为了钱 他将亲手将莫德送进疯人院 为此 苏不停与自己的良知对抗 说了违心的话 他不知道自己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 只知道第二天 他和绅士一起压着莫德 前往不远处的疯人院 看着那扇生锈的大铁门 完整地呈现在他眼前 苏的心仿佛被一层秘密的亡国井 更戏剧的是 医生竟然对着他喊瑞夫是太太 不等他有所反应 绅士将他推下马车 然后一群人抓着他的胳膊 要往精神病院里带 马车上的一对男女不动声色 谈定地看着他 刹那间 大家明白了 砧板上的于是苏 说谎的人 是纯真如白鸽的莫德 苏在疯人院遭到了非人的虐待 被数个标形大汉死死压住 不能动弹 越是反抗证明自己的身份 他得到的暴力就越多 医生也因此认定他病得不轻 强行将要灌进他的嘴里 又因为朝他吐了口水 苏被关进垫满棉垫的隔间 护士们粗暴地包去他的衣服 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若是他继续反抗的话 还有无数的刑罚在等着他 鼻青脸肿尚且还算小事 更难受的还是水行 病人们的四肢被绑在木架上 然后反复地进入冰冷的水池中 直到他变归为止 来自身体的折磨酥勉强能够承受 最难挨的是精神攻击 他无数次地证明自己没疯 但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地嘲讽 持续不消的尖笑声钻进他的脑中 不停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于是他又被押去浸冷水了 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苏明白了 在这个吃人的地方 真相根本不重要 你是谁更加不重要 柜子手们说让你是谁就是谁 萨克斯大妈也对苏说过类似的话 人们没有兴趣听什么真话 他们只想听他们想听的 因此他妥协了 从牙缝里吐出来的字 依旧能看出他的挣扎与不甘 但为了能逃出人间炼狱 他还可以更卑微 然而医生拿出了一块小黑板 测试他是否恢复了正常 素不认字也不会写字 反反复复写了擦 擦了又继续写 大家闺秀不甘是这样的表现 医生因此认定他还没有恢复健康 需要接受新一轮的治疗 出去的希望破灭 苏只能学着其他病友们的样子 卑微的端茶倒水讨好御坚 以求能在人间炼狱过得好一些 这天 尽天降救星 布莱尔庄园擦靴子的小子 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他被送进了疯人院 跑来探望他 也是在他无私的协助下 素拿到了一条钥匙配合一把挫子 趁着御坚打盹的时候 他发挥爬手吃饭的看家本领 从他身上摸了钥匙 悄悄复刻了一把一模一样的钥匙 成功从疯人院逃了出去 他一路狂奔 风餐露宿 可乐饿了就钻进农户的家中 翻箱倒柜找些吃的带走 甚至还偷了一套晾在院子里的衣服 准备改头换面回伦敦兰特街 找绅士和莫德报仇 此时的莫德却在思念着素 他看着被他藏起来的两颗红心 想起他和素在布莱尔庄园美好的岁月 他觉得他心碎了 于是在良心的责备下 他努力避开萨克斯大妈安插的眼线 从肮脏的兰特街逃了出去 然而走出贼窝 莫德才知道女子在这个时代活得有多难 他在陌生的伦敦大道上狂奔 双脚走到出血 才遇到一个好心人愿意烧他一城 没想到好心人竟是个衣冠禽兽 趁着他在车厢里无路可走 便蹲下来撩他的裙摆动手动脚调戏他 为了保住清白 他只好从急迟的马车跳出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熟人 没想到他却怎么也不愿意伸出援手 身无分文 人生地不熟的莫德 只好回到那个贼窝囚的一个栖身之所 怀揣着萨克斯大妈爱他的信念回家的苏 在楼下看见莫德的身影后 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抓着那把偷来的匕首就冲了进去 冲动的苏被萨克斯大妈拦了下来 小心翼翼安抚他的情绪 就在双方维持着微妙平衡的时候 绅士回来了 他突然想得了视心风似的 对着苏冷潮热讽 不停刺激他此时脆弱的神经 随着他抢刀的动作 现场再度变得混乱起来 最后 他在大乱斗中被刺伤腹部 倒在地上血流不止而亡 警察闻风而来 要求大家交出真正的凶手 莫德没有过多犹豫 静止走到了警察面前 刚想承认的时候 萨克斯大妈抢先一步 承认了犯罪事实 就这样 她被逮进监狱 判处死刑 临死前 苏去探望了她 交代完医院后 她被押上了绞刑架 大阴谋的主谋者 为了带回亲女 独霸遗产 把亲手养大的苏送到人间地狱后 在兰特街的断头台 终结了自己的性命 从小目睹无数犯人受刑的苏 这次却没有勇气睁眼看完全过程 萨克斯大妈被处死后 苏在她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揭开了惊世骇俗的绅士之谜 于是她收拾包裹 返回了布莱尔庄园寻找莫德要说法 推开那道神秘的木门 跨过那道曾经不被允许越过的金手指 她看到正在埋头创作的莫德 一直等着爱人找她的女孩 坦诚相待说出了那个苏不知道的真相 她来到带给她无数痛苦的书架前 抽出一本厚厚的图书读了起来 在苏震惊的目光中 那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在大家眼前 莫德从小在疯人院长大 深夜凄厉地喊叫声是她童年的催眠曲 凶狠的护士是她慈爱的老师和玩伴 一天 一位面容阴郁的绅士突然来访 号称是她死去母亲的哥哥 把她带回了布莱尔庄园 莫德还记得 她第一天抵达庄园的时候 因为没有戴手套进舅舅的书房 她的双手就遭到了鞭子狠狠地抽打 并被勒令不戴手套不许进书房 那年莫德才十二岁 也是那时起 她开始被道貌黯然地舅舅灌输毒药 她是小黄书爱好者 同时有一个独特奇葩的癖好 让小女孩念出里面淫秽的文字 几年如一日的殉岛下 莫德逐渐对所读的内容无动于衷 成为她最骄傲的图书管理员 在她的势力见识后 成为她的眼睛 渐渐地 莫德阅读的名声 开始在伦敦和巴黎的地下书店盛行 无数目名而来的书商赶来庄园 只为听听她念出淫秽文字的嗓音 庄园里来了一个绅士 她在听完她的诵读后 眼里流露了一抹同情的神色 她知晓她的所有事情 并提出假结婚评分她的嫁妆 待她脱离这片苦海 两人一拍即合达成协议 因此 苏变成了那只被设计的麻雀 但在此之前 他们需要先干掉莫德现在的侍女 于是绅士使用美人寄勾引侍女 社局解雇了她 没多久 莫德见到了替死鬼 一个戴着伪装充满野性的毛贼 她第一次见苏进书房的时候 就慌乱地撞掉了手稿 一种心动的感觉 越是相处 这份感觉越是清晰 就连她一向厌恶的文字 也突然间活了 于是她装着什么都不懂 一步步地诱惑苏 从陪睡 到试衣服 再到雨中的拥抱 从跳舞 到磨牙齿 两人关系渐入佳境的时候 身是来信了 她不停督促莫德学习苏的行为举止 让莫德成为苏 让苏成为莫德 为了自由 莫德藏起这份隐忍的爱 含泪配合绅士的阴谋 给苏穿上她的衫裙 戴上她的珠宝 一点点前一幕 化成第二个莫德 这天 绅士拉着她在河边画画 作戏欺骗苏 不知道两人阴谋的苏 无所顾忌地靠在废弃小船上睡着 莫德则若有所思的凝望 心跳得更快了 但这份情愫被绅士察觉 她粗鲁地扯着她的胳膊来到树下 自由是她毕生的愿望 于是莫德妥协了 在苏找过来的时候 配合绅士做一些亲密的事 继续欺骗傻乎乎的苏 但真爱是挡不住 夜里的时候 莫德有预谋地引诱了苏 文字的经年教唆 把她培育成老道的惯犯 可苏还以为 她是对预念一无所知的小白 于是她用自己的手指引导着莫德 奔赴那射人心魄的巅峰一刻 然而 第二天醒来 苏却以此为耻 不停回避莫德炽热的目光 莫德觉得她的心比被挣扎还难受 她并不爱自己 所有的情感都是伪装的陷阱 于是动摇的心变得冷硬 继续执行和绅士的计划 约定好私奔的时间到了 出逃那晚 莫德划破了舅舅的全部引输 新婚夜为了一甲乱针 绅士划破了手臂 将渗出的鲜血滴在床单上 之后 医生也是先来询问了莫德 将苏定性为疯子后 才走流程式地询问了苏 同意精神病院接收她进行治疗 就这样 莫德完成了华丽的身份转变 莫德成了兰特街的苏 苏却成了关进精神病院的莫德 看着苏被医生暴力地拖进去 她的心都碎了 然而更令她崩溃的 是和绅士来到脏乱差的兰特街 刚走进那个贼窝 那个自称苏的养母的老女人 激动地冲到她的跟前 喊她女儿 经过绅士的解释后 莫德才明白 原来自己也是棋盘中的棋子 萨克斯大妈才是莫德的亲生母亲 当年她通过离猫换太子这一招 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变成了一个淑女 苏则成了兰特街的一个贼 现在把两人换回来的理由更简单 当初苏的母亲留下一封遗嘱 为了感念萨克斯大妈照顾女儿的恩情 她写明苏和莫德满21岁时 平分她8万英镑的遗产 而萨克斯大妈为了获得全部的财产 才和绅士设计了这一切 两人的身份重新归位后 苏以莫德的身份被送进精神病院 而莫德又和绅士结婚了 她便能够代替她签名拿出遗产 而真莫德此时的身份是苏 也能拿到另一半的遗产 只是没想到苏会从封人院逃出来 而萨克斯大妈会为了女儿 主动承担杀人的罪责被判处死刑 在莫德娓娓道来的讲述中 苏明白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她没有怪莫德 这两个被设计的女人 此后不仅有了钱 也有了爱 一句 为两人的故事画上了未完待续的符号